2024巴黎奥运如火如图进行 公网集团的公式转播却出大包 赛平明知转播的是女子举重 看到奈及利亚选手出场 却调侃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网友怒哄发言超不当 中华队选手才因为性别问题受到攻击 为何公式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选手 结果我们自己的公共电视集团这么不小心 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有性别的歧视 或者是有种族的歧视 但公式争议不止这桩 负责公式Plus以及公式台语台 脸书粉砖的小编 竟然将公用脸书引力 亏入到自己私人账户 私囤公款长达三年 遭到调查还不透露自己就是账号持有者 直到今年7月才归还公款 夸张的是公式竟然只记大过了事 完全没有走法律程序 现在连犯罪都不用开除了吗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法律时代 绿是绿色的绿 所以小编的这个背景 我敢打包票 我们去查 查出来一定又是什么皇亲国戚 小编本身就是台湾价值满满的 深绿媒体出身的深绿人 所以也许他的这个发言 公司高层还看了 觉得政治正确讲得非常棒 网友狂虹难道偷了钱还回去就不算偷吗 公网集团领国家薪水 拿纳税人钱 员工检手资道竟然指这样处理 而且之前公式台语台的脸书小编 多次在官方粉砖制图 表面上向台语教学 但没证为是在暗奉 克文哲 韩国瑜等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近来公式更播霸凉影片 只给了新活粮短短14秒回应 单纯炮轰 公式根本不演了完全绿化 现在公务电视 已经成为特定政党的打手跟侧翼 不伦不类 更不专业 用人民的纳税钱 把公式养成了绿卫兵 新党媒 明明该要客观公正 但公式爆出连串争议 让人不惊好奇 背后是不是有只手将公皇集团染了色 这是约路陈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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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